随着许多户外活动逐渐的恢复,在家关闭了三个月的民众纷纷地走出户外做运动,以保持健康、增强免疫力。 基于一些活动受防控措施的限制,所以骑自行车是最佳的选择,因此国内的自行车的销售量近来是猛增。 这家自行车店位于万丹省的丹格朗市,历史悠久,已经转成至第三代了。 在丹格朗市的这家店已经营了13年,随着市面上对自行车的需求激增,他们6月份的销售量就增长了50%。 他们除了售卖国产自行车之外,也有进口自行车,以中高端客户为主。 近日,最受欢迎的是折点式自行车,70%的顾客都购买这款自行车,他们表示,这款折点式自行车方便携带,又不占地方。 为了避免店里人群聚集,发生交叉感染,自行车做事顾客买了之后回家自行组装。 如果那个车都在来自行车,我们现在已经做出口的牌。 我们现在已经要求助于出口,所以亭市的肯定属于出口。 就像是在这里,我们现在只要为出口。 我们现在只要去出口。 我们现在只是购习了,但是我们现在只要有出口。 然后我们现在只是浮车的肯定,我们不发生很多远场。 所以我们就快回回家。 所以我们就快回回家。 我们就快回家。 除此之外 店主使用廣播 不斷地提醒顧客要遵守衛生条例 他补充说 是当格朗市长 指定为执行新冠冰毒反共措施的样板点 如 在门外使用警戒线 顾客要佩戴口罩 由于盖店的口碑好 也吸引了许多亚加达的顾客特地过来选择 许多顾客也表示 虽然疫情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但大家都意识到了运动的重要性 美图新闻 李淑珍 阿迪博曼 採访报道 阿迪博曼 採论 阿迪博曼 採论 员